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谈事件》 身边有施生,施生和李浩德 两位过去几集都曾经提过一些反弄断法的事情 录影的时候是24号下午 最新消息就是阿里巴巴再被约谈 令到股价今天大跌了8% 两位怎样看反弄断法在内地的执行呢? 究竟是开始,还是暂时的小事呢? 施生 我其实是受害者 内地的竞争对手,都采取消费 在有些城市,都采取提高门难 要一些日行困难 有些是好的,在科技上作大量的投资 小公司当然没有那么多科技可以追得上 阿里巴巴後面的系统 不是普通新日行 不够钱,可以达造出来的 这些方面,我认为推动社会进步 推动社会进步 但另一方面,他可能加工 不正 但加工会令到 很多小企业的行业 跟不上 他就把所有的行业 他加工时,不是公司有盈利的情况下 他公司一方面,周围扩张 自己究竟何时收支平衡都未知 他已经是加工 加到你付不起 或者加到有一堆 顶不住,让出市场 让出人才 对客户,亦是益消费者 收费收便宜 有时,亿业主 例如我们做中介的两边收 免了客户的佣,只收业主佣 可能客户就被他抢 他是用一些 资本上的优势 我们是用赚到的资金 有机增长 我赚得多少,我扩大多少 是有实质基础的 他们那种模式是 在市场上责资 都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住 已经是洗到尽 等于以前的共享单车 他何时赚不资 美团都未赚 但是,他在市场上用到资金 他就消费 这种模式,其实是要豪快大量的资源 刚刚这段时间,世界有QE 中国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又宽松货币 他们就拿到社会的钱 去排擠行内原有的竞争者 他们是清理牆 等他垄断了之后 垄断了之后 他本来选择勇的,可能会加勇的 例如,在大陆 最初很多地方 热主收一个,买家收一个,跟香港差不多 两个左右 在他垄断的地方,譬如北京 上海,可以收3个,收2.7% 他就垄断了 即是用资金打低竞争对手,垄断的市场之后 才向消费者开刀 这是对消费者不公平的 当消费者没得选择的时候 他就引起鱼肉 另一个是对整个市场,对国家都没有好处 只有一家,你的模式就单一化了 如果你是不同的,有竞争才会进步 到后期,如果一家垄断 他都不用进步 所以,中国一向都有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以前,是用来对付外资 很少对付外资 我看见我的对手,明明这样做 不计成本去,排斥竞争 是违反垄断法 我在内地找过一些律师楼 说要去告他 他说没有先例 我们也没有把握,帮你做 我相信现在,政策上 政府重视这件事 希望,不要让一家两家公司垄断 政府自己都出手了 我相信,做完之后 现在的律师楼 可能恢复了一些旧客 政府都说要搞,我帮你去搞 赢面,现在更大 所以我认为,以后就会一连串 这类型的诉讼出来 一个就是,市场上的确有些不公平竞争 以及有些公司互联网,贏者独取 所以,他们真的有垄断 不止他们 Google、Facebook、Amazon 都在以前标记 在欧洲、美国都被告 大陆的互联网公司 刑民模式,都是抄抄他们的 所以我相信,来近这些公司 被说,垄断的案件会越来越多 有些细行不可,就会告他们 另外,除了这件事之外 他们做的一些金融类的生意 就没有,好像是银行系统 要有充足的资本 还有,它那个杠杆的倍数 有很多去刀金进 将来出事,哪个什么 他的公司,一定不够钱 又是国家,所以对这些金融和互联网 加上的公司,如果是风险过高 以后就会收得紧一点 一个要加资本 现在银行都在面对这些问题 一个就是,要调整模式 例如,借钱给年轻人,不能借那么多 之前,香港读书时 资金卡,已经来申请资金卡 未读完书,已经申请资金卡 他现在就说,妈妈支持经济又不错 盡借了,就叫他老爸还 但这样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方式 除了这些之外 现在,我见他们受到的批评 都上纲上线 不止只是经营问题 还有,他从商的目标,都被质疑 互联网公司,利用中国人的低级趣味 找女孩,扭一下扭一下 又找人去看 又买便宜,或者找些八卦新闻 做的事,全部是眼前利益 光顾他赚钱 他说,Tesla,Elon,Mars 人家弄火箭 为国家,为人类 你们几个,什么马,有没有弄 他说,你应该赚钱 为国家,也做些贡献 不要说赚钱,又利用中国人的贪恋 低级趣味 自己顾自己 其实他们用的应用 做多些生意 引起多些流量 影真高科技的投入 就不多 他们的AI,都是哄人买东西的 不是生产系统,如何自动化 或者用在科技上 用在为人民造福,为增加生产力 竞争力方面 作太多投入 他们的投入就是 做多些生意 连这种东西,连这种东西都吞卖了 他们想着 不可以说没有运行 没有以前走得那么純 听斯先生说 法律上或者道德上的风向 在内地似乎有少少转变 新经济很多都是 充敬着未来有机会有垄断 所以估值到这么高 斯基金也持有不少新经济 如果斯先生说的事情是出现 你认为会不会整体新经济 内地的公司的估值是未来有机会下调 尤其是龙头那几间 我觉得龙头那几间公司 刚才斯先生提及 如果大家有留意国内 比如在一些官媒的风向 其实那个观察都很明显 第一就是带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其实他就不要做大个饼 就不可以像现在这样 其实他没有做大个饼 不过将那些小或者弱的人 踢走了 将他们的盈利变成自己的盈利 你赚了那么多钱 我没有做芯片 你被人制裁 尤其常言本对他们要求有过高 人们说明我不是做芯片的公司 我不是做火箭的公司 你说我作为一个商人 不够爱国 不够为国家着想 你可以说 但是不是我的责任 但是从国家的眼中 这些公司那么有资源 其实他应该 不仅仅顾着利益 我认为近期 刚才施生提到 金融科技 因为他们的盈利模式 其实是建基于社会整体的风险 最近反垄断 令到 小的竞争对手生存不了 第三个最近官媒有提过 关于社区团购 都是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 希望去欠生意 和街市欠买萝卜 像 trước港前的铁线 即使Uber一开始来 铁司机,铁司机又評� 铁行做的 经济 clothes 他們都是一樣,食肆又鐵,食家又鐵,送外賣又鐵 做生意,只能給予人錢 所以他們覺得目的就是壟斷 所以令估值很高,大家都相信 只要成功,便會贏掉整個市場 這就是金融市場推動壟斷 金融市場覺得壟斷是一個賺錢的重要保障 你壟斷到,我就給你高一點Premium 你未壟斷到,我就將你的PE都打折扣 未來會否有些改變 我相信,大公司由於國家在監管方面比較認真 之前大家覺得好像吹鳳 到今天都開始,約談阿里巴巴關於二選一的問題 未來大家都會覺得,這些大互聯網公司 他們的營運方式會有些轉變 從一個實物的角度,股價就會受壓力 大家都擔心,以前他們盡情壟斷市場的情況下 新的遊戲規則會有幾大改變 投資者,這段時間都是先姑為敬 有很多很普遍的 例如做傳媒,登廣告 登AN730,又登什麼報告 要不登我,要不登他 登他以後,都不會來找我 本來作為一個商人,我兩邊報紙都想登 如果他剛好處於一個相對好的優勢 我就會被他害死 他覺得登他,效果比我好 本來兩邊都登,效果比我好 我收費比你便宜 但他說登了他,不可以來找我 這些是被告別人要作取捨 現在好像都要罰款 現在進入了官司的程序 很多觀眾朋友都問,很貼心的問題 阿里巴巴跌了這麼多 其實是否應該買貨呢? 我個人覺得,折飛也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大致問,C基金操作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11月開始,反壟斷風向轉變 其實過往我們的持倉都挺高的 例如這些大的新經濟股 我覺得這段時間,他們都是叫做下風期 而且始終在政策上,都有一個不確定因素 所以我們其實在11月已經開始逐步減遲了少少 當然未估了,仍然都有 不過我覺得這些公司,長期的競爭力都在 不會說單單因為這個反壟斷 令到他們公司的價值不存在 不過股價必定會受壞 我建議當然就是趨急避空 一般投資者,自問你做股票有多長線 如果你真的可以擁有風浪 其實這些長期價值,可能是拉長一個好的接入點 不過,現在始終是飛刀跌下來 我自己覺得,飛刀不是用來接的 最多跌到地上,不會再戒傷你的手 你才慢慢撿上去 所以都是莫買當頭跌 我也有些奇怪 你說減遲了這些,都是輸少一點 那你怎樣保持增長呢? 你買了什麼高增長,令到C基金更有增長呢? 我想和浩德更新,C基金到24日 今年的回報是多少呢? 如果去到昨天,看最新表現 我們C基金就去到47%左右 當然,今天我做直播的時間 有些客戶問一問 看我們這些十大持股 新經濟好像不動 但我覺得市場其實機會多 正如我們上集都說過 我覺得現在整個社會的整體 可能方向不清楚 看得不好 但其實個別不同行業的板塊 其實機會很多 今個月,為何C基金會做得好些? 第一,我們有部署光復的板塊 即是新能源 國家政策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希望,無論新能源車 無論太陽能 都是一些未來會支持 以及機會比較大的行業 A股,我們都覺得今個月可以幫助我們 因為我自己的觀察 A股在下半年本身 大家怕流動性收緊 因為經濟太好 就不用放太多水 但你回顧12月開始 其實上海的同業策息 其實開始回落 你都間歇地看到 其實A股的活躍 開始明顯 例如蓬亞斯新做節目 講過一隻叫做寧德時代 今年下半年開始供應Tesla 做電池 股價都在創新高 你都見到 其實A股也是這段時間 投資機會比較多 即使一些大的互聯網公司 機會少 其實背後還有很多 反而好像美國一樣 雖然它的大的Amazon、Facebook都壟斷 但其實他們相對的壟斷 沒有中國大陸那麼厲害 中國大陸來來都是那幾間大的巨頭 但對中國來說 在新經濟龍頭 沒有那麼隨意可以壟斷的情況下 反而引入到一些中小的公司 那些我都覺得是一些新的機會 例如我之前講過一些新的消費、新的品牌 其實這段時間都能幫助我們 而且未來的機會多 當你大的公司 不可以肆意令市場的靈活 引育新的機會會多 我自己都看互聯網時代是未過去的 不過前一輪是衝急調整一下 之後都是這類型公司 跑贏大市的機會 會多於傳統股 真是反超前 傳統股是追落後的 就不是反超前 這些是長期領跑的 我覺得這類型公司 起碼領跑十多年 我也覺得是 當然你會捱一下捱 大家記得兩年前 騰訊,因為那些人低沉迷去打機 被政府罵 控制不准打網 從社會來說是好的 如果整個社會的人或資源 去到一些不太有生產力的東西上高 其實政府應該都是一個角色 希望做好一點 實際上,我上次都說了 騰訊的投資 大部分不在打機上 只不過,他作了很多投資 收成在打機上 其他社區互聯網的影響 將來逐步逐步還會擴散 所以別人說打機,政府會壓抑 完全沒有希望 所以短期可能會悲觀一點 但中長期似乎 新經濟的增長 應該都未至於轉世 我們剛才提到施生說 整火箭 一個比較國家層面的事件 其實在國家層面 上個星期都發生了一件比較特別的事 第二,就是美元對港人民幣 或者人民幣對美金破了6 施生,你怎樣看人民幣走勢? 未破的 可能是接近6 你怎樣看人民幣走勢 會不會是下年會繼續更加強? 其實,這不止人民幣的問題 過去一段時間 相當長的時間 整個市場都被中國即將崩潰、枝爆所禮漫 大家對前期不太樂觀 尤其是我們攪私分 這是一個大環境 但我認為,這個大環境現在正在轉變 雖然美國對中國企業打壓 對香港的功能都做一定的制約 但我看到,中國的外循環 其實是沒有點小 外貿上,中國增長得很快 金融、資金上 其實中國的FDI 連續幾個月都增長 差不多半年以上 這些是外面的資金進來 富時羅數的債券指數 又增加中國國債成為成份 全部都會有引渡資金進來 當很多人想去中國大陸投資 想買中國公司 雖然美國政府不可以買 但那些人仍然是很神身的 你看外匯市場的表現 為何這麼多人要唱人民幣 要做人民幣投資才唱人民幣 每個人都想唱人民幣 人民幣當然會升 例如現在,很多國家都沒有經濟半停頓 中國仍然有出口、生產 人民幣的需求,就會上升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趨勢,是2021年的總趨勢 將會有這麼多資金 樓、日、中國 對人民幣的匯價,是提升的 破綠是應該遲早會出現的事 所以師生,2021年看好人民幣 浩德,你怎樣看? 會否影響你作為基金經理的投資配置? 根據過往經驗 人民幣強勢,股市都是利好的 因為人民幣強勢 剛才師生說,代表進出口貿易會好 亦代表投資需求,即是資金帳戶 通常都會利好的股市 今年,人民幣升到比我想像中強勢 今年2020年,差不多升了6.5% 年初,我判斷最多是5% 中央都不希望人民幣升得太急 不過,不單是人民幣的問題 美元跌得更加急 所以,現在DXY是90 另一個要考慮一下 未來新的美國政府上場 他找了耶倫做財長 其實,如果說少許歷史 美國多年都想要強美元 直至到特朗普年代 他覺得美元太強 經常投訴,其他國家操造貨幣 甚至貶值 所以這幾年,美元是特別弱的 夜倫上場後,會否將美元的態度轉變 我覺得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背後都面對著很多壓力 但如果撇除美元的走勢 我覺得人民幣本身都是強勢 相對其他美元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在10月份,銀行 對於美元調期的保證金 都有一個大的政策轉向 反而是覺得人民幣升得高 他不再擔心 其實近一年,大家都已經沒有再聽 國內外匯儲備下降的壓力 早兩年,我們常常說 但今年已經沒有 但我忘記了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錢不是向外跑 而現在是向內行 所以我覺得,大趨勢 人民幣必定會強 不過,就要看美國自己的定位 因為始終外匯是相對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兩位嘉賓都看好 有明年人民幣的走勢 大家不妨留意多些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網站 或者打電話向我們查詢 最後祝大家聖誕快樂 我們下集再見